主要是去椅細化的造成 它可以阻擋 就是Romacode IMPRESS-1 它可以跟SRT-6結合 然後阻止SRT-6進入細胞核 然後去去椅細化那些多能心機 然後使它留在那個多能狀態 那我先講一下Background 就是Romacode裡面的就是一些長的 然後沒有編碼的RNA 那Romacode RNA它的很多作用 像是跟一些序列互拔 然後調節方式轉入 核心轉入核心之類 然後這裡就有幾種就是 等一下可能會看到Romacode RNA的類型 然後這個Intergenetic 就是它在基因中間 就是它在基因中間 就是非轉入去的位置 然後第二個就是呢 它在 intro 它intro裡面 就是Exon 很intro 就是它intro裡面 然後第三個是Sense 就是這個NTR裡面的它是GEL 它是有那個Coding的 只是它還是蠻Coding的 它不會被轉用 然後第四個就是AntiSense 然後它是跟Coding的那些區域反應的 就是跟剛才那個想法 就是它在另一個 OK嗎 然後如果你對分類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這篇 就是 呃 應該沒人想去看吧 然後再來介紹今天 另外一個主角就是P53 那P53呢 它已經被證實在很多癌症當中 有這個扮演重要的角色嘛 然後呢 可以到P53這邊 它可以 呃 去 影響這個細胞的增長 然後 anctrosis 然後DNA repair 跟這個什麼 細胞摔擾 這些功能 所以P53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欸 不是一個很大的 它就是一個 蛋白質 但是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好 好 好 這張主要跟剛才講 就是它 就是在說P53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但我們今天主要是在講 那個P53它在 呃 配來發育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好 然後再來講到那個 Apigenetic Marks 那 在 這個 DNA上面呢 會有那個Histone 然後Histone 它有一個尾部 然後這個尾部的 上面 露出了一些蛋白質的位點 就是它可以被一些 化學修飾 然後 然後 這張圖是我從那個 分析車那邊偷來 這個啦 這個表 然後 可以看到 就比如說我說 這裡我選起來 H3 K4好了 它就是Histone 3 然後 K4就是 它在那個 第四個位子 它在那裡鬼進的第四個 DNA 對 然後它是K 然後 這也是X3 K4 那你可以看到 Mono Macillation就是 單 單夾幾號 然後 DNA就是雙夾幾號 然後 DNA就是三夾幾號 然後 DNA就是三夾幾號 然後 它是以錫瓦 反正以錫瓦 然後 它在這些 呃 不同的位點上 做不同的 欸 比如說 好了 在 比如說 Trimacillation 它在X3 K4上的 反應可能是 Activation 但 然後 但是它在X3 K9的 反應可能是 Repression 所以這要依它的 Histone的位點 然後還有它的 呃 三夾幾號 雙夾幾號 跟三夾幾號的決定 對 然後等一下會講到 不同的 化學修飾 欸 等一下我 應該有辦法就是 Activation 那個 Requestion 是在指那個 轉入螺行 就是 它被這些超級機團 修飾的時候 那一段的轉入螺行 會提高 降低 這樣 可以 好 好 然後再來講那個 RNA-XQ NAS 就是 這個東西呢 是在分析那個 細胞的轉入 就是細胞有 它會轉入出很多東西嘛 有可能是NRNA 有可能是X2 RNA 什麼的 然後 我們就要去分析這些 RNA到底 是在幹嘛 好 好 然後 第一步就是 你先把那個 你想要做的Sample 拿出來 然後把它 爆開 然後 它就會 有一堆RNA 對啊 然後 這些RNA呢 它再去做 定 分別的定區 然後 secrets 它先 它會先變那個 CDNAR 就是 它會先 製造出一股褲褲褲褲 然後 它再去 secrets 然後再把 這些 RNA 全部丟回 那個 警棟 它去 Mapping它的 意義 它的says 然後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 這些 Expression的 RNA 到底是 對到警棟上面 什麼的 什麼位置這樣 然後你可以知道它是誰 然後它的表現量如何 然後 你在去做後續的 Data分析 然後 這是它們使用的一套方法 然後 這是一個大學開發一個工具 它叫cuff links 然後現在還沒用 然後 譬如說我這裡有condition A 跟condition B 然後它把 你的reads 就是 你塗到那些 破掉之後的 你把細胞拆掉之後的那些 然後 然後 呃 你把它Map之後 然後 你去組裝成那個個別的轉路組 然後再去進行那個 DG analysis 就是 呃 怎麼講 就是差異表現的分析 然後你在 欸不對 不對不對 這邊是先那個 變成同一個 Data Frame 好 我忘了解釋 變成同一個 Data Frame之後 再去做那個 差異分析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那個 差異表現的 Live 所以 這只是一個那個 分析的過程 但是它把它 啊 這些名詞其實不重要 是什麼 Humira 這些其實不重要 因為它只是一個 流程中的一個 過程 對名字不重要 重要 重要是它的意義 那你有跟它 就是 純化而來的方式 什麼 純化啊 RNA 還是 RNA Inflation 還是 Poly-A-Tail 專裝Poly-A-Tail 哦 它後面是全部欸 哦 頭頭啊 這個特別是全裝 好 然後 第一個部分我要 因為它 這部分Pairway其實很多 講很多部分 然後它 有時候做時間會讓我有點 做到的錯去 因為有時候 感覺它做的東西 跟它想要抓到的東西 好像不太一樣 但它其實是 在做額外的一些補償 然後要按這個時間 可以跟眼睛講 所以我拆成這個部分來講 然後第一個是 P53 regulates several Lonatoly RNA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所以它是把 那個P53 regulate Lonatoly RNA 抓出來 好 那我這邊有寫個Wordflow 呼 好 很奇怪 好 然後這是 Human Realtic Extensile 然後它去做RNA-Seq 然後做RNA-Seq 之後呢 它去做那個轉路組分析 然後接下來呢 它去找到那個 P53 Regulatory Genes 然後再去做chip 然後chip就可以找到那個 chip 你知道是什麼嗎? chip就是 免一層電 就是 它用一些抗夾 然後去抓一些東西 把它抓下來 然後 然後 我不會 還是你要換一下 就比如說 比如說這條Sequence好了 它跟一個 Pratin interaction 然後我用一個Antibody去抓它 然後去把它 這些 然後再去挖去它 然後 把它抓的位點球都拿出來 就是它可能 有這些蛋白質在的Sequence 它就被抓出來 然後抓出來之後它就去做那個 轉路組分析 不是轉路組分析 不是轉路組分析 就是 這些抓出來的東西的分析 所以像是你的目標是P53嗎? 對 那你用抗體去抓P53 那P53會連到什麼基因 你就可以分析到什麼基因 對我會這些 就這樣 就這樣 沒錯 好 然後它做完P53的時候 它就再去做其他 Egenetic Parts 就是像剛才講的那些 Macitation的表記這樣 好 然後這兩個 這兩個圖是在講它 做完那個Transcutor後來的結果 然後這個是T48是Present Coding 然後這些是LNG-RNA 然後還有一些小的什麼 其他RNA就被寫在這個企業盤裡面 然後它在把這些轉路組做的DGMS 就是差異表現基因的分析 然後它這裡抓出來 從原本的5萬多 然後變成現在快4000這樣 所以左邊是那個嗎? 所以是那個ADSZ全部接 對 就是它整個轉路組 然後這邊是它做完那個DG分析之後 抓到的東西 其實我沒想到 沒想到就是LNG-RNA會有很多戰品 其實LNG-RNA算是 蠻重要的 只是它現在還不太明白 因為它沒有Coding Coding 所以 而且它又可能跟很多東西互相 所以有時候抓不到它 對 像這一篇要探討的那個 LNG-RNACoding Press完 它就是現在也只有兩天陪回來探討 但是它其實可以在花園裡面扮演 那應該是加油之後 然後去做的 好 那我繼續講 DG Analyse是什麼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Gen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所以是加完效之後 去做RNC 加完效嗎? 對 嗯 其實一開始你就做了嗎? 一開始你就做了什麼意思 對 對 Differential Expres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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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加這裡處理 對 RA RA 然後 兩邊解釋一下RA RA就是 呃 想要用維生素A酸嗎? 然後RA這個東西它可以促進那個 Stand Cell的Differential Expression 然後 它把這個 DG Analyse做成Heap Map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結果 我再解釋一下這一組是什麼 就是SiCtrl就是Ctrl 然後SiT P53就是 它把那個Q3NKD 後 做分析 所以 黑胖裡面 第一組 這個A 它叫RA Induced 為什麼? 因為 在Untreated裡面 裡面 然後 它都沒有任何反應 但是在RA4D之後它就有反應 不管在Q3NKD 情況下 就是Ctrl的情況下 它都 會變高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是RA Induced 對 慘悟 好 現在怎麼辦 就是這樣 對嗎? 然後RA Induced就跟它相反嘛 就是 在Untreated的時候它是高的 然後在RISO0之後它就變低 所以它是RA Induced 然後 然後再放C跟D就是 C呢是P53NKD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是在Untreated的情況下 然後P53被拿到的時候 這個expression會變高 這裡 這裡expression會變高 所以 換言之就是 就是P53寫的會 Untreated 你P53NKD到的時候 才會上升 對 然後不管在RA RE treated還是Untreated 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可以知道這些情形 它是P53Reduce 然後下面就是相反的情況 這一區 所以它就是P53Induced 然後 這時候它是再去把 那個P53Reduce跟 呃 P53Induced 再去抓出來 然後做這些 都得好 然後它把這些東西去做分析 然後會發現 這裡 我們剛才講說RNA分析 就是P53Reduce 對 呃 的Lona Coding RNA 一個 75條是 Intergenetic的Lona Coding RNA 然後 24條就是Antisense 然後 Sense of Labing 就是代表它有重疊到那個 呃 Coding區域的RNA 然後這一條 上面的EAM 上面的EAM是什麼意思 上面的嗎 就它只是把裡面放出來 那兩個 拉出來 呃 對 因為你看這邊是Repressed By P53 然後 這個是Active Active By P53 所以它就只是把它拉出來 那 呃 然後 就是GIS 對啊 好 大概就這樣 對 然後 這個Perset的Transcure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人在查 人在查 人在查 就是 它是很高一點 發內 對 因為它 它跟結果好像沒什麼關係 所以 有特別注意 看 所以它是把NmRM去掉 對對對 現在就剩 那個P53 現在是P53RevLedged 就 好嗎 可以嗎 對 對 然後 再來 最後一個是Sudojix 就是假信 它假信 又被刷出紫萊 就是Sudojix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他把P53 Regulates的Normacodya RNA 就是P53會直接去抓的RNA 他把它弄出來 然後再去平均他們的Ephigenetic Marks REITs 就是他比如說是做chip 那chip是一個他就會有那個REITs 就是毒素那個Gymes的毒素的數量 然後才去把這些數量都Average過 然後剛才抓到了P53的Activated的Normacodya RNA 就是這張圖 這裡 然後就是這張圖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紅色這條是 你們看得懂嗎? Mathiel 我幫我帶一點 結果紅色這條是這個 A3-K27的Trimation Trimation 然後他在Untreated 然後 A3-K27 N13就是REPRESSION的作用 然後這裡也有A3-K4 N13 就是它是Activation的作用 就是我剛才講那個 Ephigenetic Marks 它是在不同的位置上 會有不同的轉入活性的條件嗎? 然後可以看到在 在這個RA證後 就是加RA之後 然後這是藍色的天條線 它的A3-K27N13 它是Mini下降的 就是我畫出來的字條 不是不是 這個 A 就是這裡 它是下降的 你可以重新講解一下 這張圖要怎麼看嗎? 不然我直接看它 它的A手跟Y手是怎麼樣? 呃 好 我剛剛講圖 就是JSS是那種 Transcription Study的Sight 然後這邊 欸 我什麼目標 1K、2K、3K就是那種REPRESS 然後這邊是CHIP的REATS的數量 就是你做CHIP一定會抓很多東西 然後它這裡Y軸越高代表它的REATS越多 就代表它的數量會越高 然後這張圖是它去把P53-REGULATED 都這樣說就這樣 然後是ACTIVATE 就是P53-REGULATED這些都這樣說就這樣 它去做 把它的REATS全部做平均之後 然後放上這張圖 這張基因做平均嗎? 對 因為它都是P53-REGULATED 然後平均出來之後發現 在RA處理之後 它的那個 這個是REPRESSION性 它的REPRESSION性就會下降 所以代表P53吸到一個火化它的作用 因為它的REPRESSION下降 在RA處理之後 所以Q 這個怎麼講 今天我跟網路也看了很久 對 OK 對阿 你們看得懂嗎? 那它不是 你的鍵頭是指藍色那一條嗎? 呃 鍵頭是指 紅色這一條 直到藍色這一條 哦 對對對 我可能做筆記有點不太提醒 反正 反正 S3 K27 S2 S3 它會下降 在REGULAT 所以它REPRESS會下降 所以它的ATBAT 它會變ATBAT 所以它會變PUTATBAT 這很合理 然後 然後 這個REPRESS其實看不到很多東西 雖然它文章裡面是有講那個 在TSS後面 這個 H3K H3K4N3 它有 呃 這個 等一下 它有下降 就是 等一下 因為 H3K4N3 它有下降 就是 H3K4N3 它是 它是 ACTIVATE的 AVIGULATING MARKS 然後 它在 好 這邊是 P53REPRESS OK 所以 在 RA處理過後 這個Messilation Messilation Messilation 3 它會下降 然後 你就可以 知道 就是 它在REPRESS 嘛 因為 ACTIVATE的程度 被下降 所以 它就知道 它是REPRESS 這樣 我只要解釋這件事情 因為 因為 它的TOPIC是 那個 這個 所以 它只是要把 那個 然後 然後 看 P53 做什麼事情 這樣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 這邊其實沒有做什麼事情 因為 嗯 嗯 這幾個東西都在後面 好 然後 第二個就是 expression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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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呢 它是 它的 expression的程度是 Defense on 那個 Sales Sales 好 這邊寫的另外一個標題就是 它要去確定那些 ROMAGONIA ANA的表現 在分化期間的時候 就什麼 改變 這樣 然後 這邊 它用了三條 然後 第一條是我們今天主角 就是 ROMAGONIA PRESS 1 然後 第二條是PRESS 2 然後第三條是HATCHER 1 然後HATCHER 1 它是一個 它也是ROMAGONIA ANA 然後它在 呃 分化的過程中 會提高 然後 然後 它 對 它現在被研究了 蠻多的 這樣 但是 這兩條 其實不是今天主題啦 後面是最後把它換掉 所以 我幫它做了一個 好 我們先不要看這個 好 然後 這邊AB圖就只知道解釋 就是在 RHATCHER 1 BMP4 TRAATCHER 1 LONAGONIA PRESS 1 跟 PRESS 2 然後還有 HATCHER 1 的 表現的趨勢 這樣 然後 BMP4 它是一個 Differentiation Spursivity 的 固執 對 然後它會去 induce那個 中飛繩跟 直飛繩的 的 系統的 引擎 的 然後 RE剛才也講過 是Differentiation的 固執 然後 你會看到就是 呃 這個LNC PRESS 1 它會隨著 RE3D的時間下降 然後 這個瑞士哥也是一樣的 等一下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 那個 LON 這個PRESS 是什麼意思 就是 LNC是 我把他 LNC是 LON-UN COATING 然後 PRESS 指的是 P53 Regulate In Realty Stand Sale Associate 就是它是 被定出來的一群 LON-UN COATING 然後 這個 編號就是指它的編號 所以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異的意義 它只要再告訴你 它是 P53 Regulate的 LON-UN COATING 然後 剛好這是 E號 所以你剛好在RE3D之後 這個 呃 這個下降 這個下降 然後哈切爾 原本它是上升的 然後 然後 再加這個 BM EVO之後 這個LON-UN COATING PRESSORS 下降 然後就是下降 然後就告訴你這樣的趨勢 對 然後呢 這張圖 是 呃 就是它再去加一條件 就是 它把P53拿到 然後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就是原本是 Ctrl的話 它是呈現 這樣趨勢嗎 隨著RA的Treating 它是呈現 變低的趨勢 但是 在 呃 這個 SH TP53 的處理之後 它是上升 它是 變高的 呃 什麼意思呢 就是 P53被拿到之後 這個 LON-UN COATINGPRESSORS 它的表現量是 呃 是比原本 沒有踢除 P53的高 你如果要看這裡的話 就這裡 這裡 跟這裡 因為它初始值都定是E嘛 對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在 呃 把P53 剔除之後 那個LON-UN COATINGPRESSORS 是上升的 所以 大概可以知道 呃 這個RES1 它跟P53 是有相關性的 對 然後 甚至可以得對一個結論 就是 P53可能會 呃 依次它這樣 然後 這個LON-UN COATINGPRESSORS 它也是 一樣的 對 一樣的 可是它不是和D1000比而已 嗯 它有很多這樣 就是RA 然後它處理 跟上 其實 呃 我意思是紅色的最左邊那條 和藍色最左邊那條 它不一定是一樣的 紅色最左邊那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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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到比例嘛 就是看比例 看 應該是還沒有處理了兩個Sample 剛成 那個 當然 剛成 對啊 然後 照比例講 這邊比例是維持的比較高 然後 這邊就變了 就是下降到更多 對 對對對 可以我說 然後 這個 欸 PRESS2它是 跟PRESS1是一樣的結構 對 然後HATCHEAR M1 它就是 比較誇張 就是 HATCHEAR M1呢 它 呃 下降很多 所以可以知道可能P53會 induce它 就是 基本上邏輯跟前面是相反 這邊會出現很多那個相反的邏輯這樣 這邊 然後 這一組做的是 那個GP53 呃 P53的表現量的 呃 呃 的水準這樣 然後 基本上就是一個 呃 針對它前面有那個NUCKDOWN的 成功的 有沒有NUCKDOWN成功的證據嗎 對 證據 這是 一開始是E嘛 然後它在 HATCHEAR M1之後 它就 整個下來降 所以這邊的E 應該是跟後面的比 我跟你講 就是它不會再把 這個設定的 它就是跟前面的比 這樣 然後可以看到 然後在P53那邊NUCKDOWN之後 這個P53的expression 它就下降很多 然後甚至有兩顆型 所以它原來當然是成功的 然後 可以知道 因為RA跟這個BMP4 它們是差不多的作用 就是depreciation的作用 所以可以預期這個RA跟 呃 BMP4的效果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覺得它數據很奇怪 為什麼它用E E E E-10 它是在做這一套 會不會有什麼 兩千的時候突然變狀高 站在上面 狀高 不可能 我覺得不可能欸 好 這個旗盤就先跳過 好 然後它這個 它也是一樣 然後它就沒有再做這個RIHT 像RIHT一樣 直接去做那個Q53那樣檢查 有沒有 好 然後 所以這邊的結論 大概就是 Q53會 REP的這些 就是根據它們的 表現量來做 判斷 然後 再講一下 這邊 就是 Nathleen呢 這邊有Nathleen 缺體喔 然後Nathleen它是一種 也算是小分子吧 然後它會去 Inhibit MDM2 然後MDM2 是Q53的上游 所以 反過來說 你去增加 Nathleen的量就是 變相去增加Q3的量 我沒有 這樣子 我沒有 所以說 在 欸 怎麼畫掉 就是 在 SH control 在control裡面就可以看到 那個 在Nathleen加了之後 P53的 Icreation是上游 就是 P53的Western 那邊 是上游 從1到1.9 然後 ACT4 ACT4 它是一種 多任性型 然後 可以看到它會下降 這樣子 這樣子 啊 去一起吃什麼的原因 可能 還不知道這樣 然後 呃 在SHT P53就沒差了 因為P53已經被拿到 所以 對 用它 好 可能應該還要 OK 然後這邊 你可以看那個 ST P53 Sign Expression的 markdown的成功 這邊是E 然後這邊是0.3 所以它拿到幾多成功 就是 基本上 這邊 如果 如果用這種swap 水浮器收了 就是 在那個 加拿大的 情況下 Ctrl的 這個 P53 不要這樣 用自己 然後 這個 P53 拿到的 主別 它是0.3 所以 可以看出來 它是拿到成功 蛤 蛤 差一點 對啊 你為什麼拿到 那不就 沒有 就是 拿到一定會有 程度的差別 就是 後面會有 就是 它有一個 拿到A跟拿到B 然後它設計的那個 拿到的 環內的序列不一樣 所以它的 拿到的程度 也不一樣 對 然後 後面會有那個 OnaColin Press 1的 拿到的 設計 然後它也是兩組 會 拿到程度會不一樣 好 然後 再來看F 基本上F 基本上就是把 剛剛那個 中系列成果 差不多在講一遍 就是用mRN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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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 在 呃 欸 對 不是欸 有 沒有 但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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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邊可以看到 Oct4的它的 mRNA的 expression 在 在 Ctrl加NAT0的時候 它是下降的 然後 但是 在 P53被 呃 被 擋档的時候 它加NAT0 它會這樣子 因為 你可以看到嗎 呃 真的 總是在 研究中 所以就沒有辦法 啊 這邊的基層它都設為是1 所以 如果要比的話就是 這兩組比啦 這兩組比 這兩組比 應該是比較嗎 所以我覺得 思考應該是沒有問題 所以 呃 所以在講NAT0 你知道 Ig4會 變低 但是 這組趕快變高 等一下要不要講什麼 蛤 等一下要不要講什麼 好 等一下我現在是失去 混亂 喔 不錯 不錯 剛才那個老哥以後 然後就開始 他現在也亂掉了 對我亂掉了 對我 我現在才看完自己 你現在要看完自己 我現在要看完完 我覺得 對我現在要看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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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現在要看完完完 對 Ctrl加NAT0 是Inici TD-3加NAT0 有一個人 這一個人會是 他 P-53 到底是促進多的經濟 表現 還是促進多的經濟表現 他還是促進多的經濟表現 等一下 這邊好像有問題 為什麼他會表現要沒高 沒可能 好啦 如果你在照圖上面這樣看 就是Ctrl 加Nattery 變低 但是 把Q3拿到之後加Nattery剛才變高 其實這次很合理 因為他的那個 Q3 被他拿到 喔 所以他其實是這樣舉的題嗎 這樣哥 他在比他們的變化 對 不好意思 就是 Nattery 這件事情是固定的 但是 有沒有剃除Fu3 對 情況下 Itspull 他的表現要會 Ctrl 大概就是Q3被拿到之後 Itspull 上升 就這樣 然後 這個 Onaco Impressor 還是一樣的結構 因為剛才前面 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Fu3 可能會 Induce Fu3 可能會 Reduce Fu3 可能會 通常都用Cress 1 這樣 他Paper裡面應該會 會有什麼樣子 講說 之前是不是有發現什麼 Fu3 但他下一個 比如說 Ux4 之類的 對 你說什麼樣子 Fu3 對啊 你好像沒有什麼 特別提論文 講的 因為他好像 換身自己做一個實驗 這樣 所以他可能就沒有去做 好 反正正面論文就是很詭異 網上都說很鬆 他就是很鬆 他就是一個 推理 推理P 他準備那個 最後一個數據是0 是嗎 對啊 就是超級 好 然後 可以預期HTL的反應跟 那個 然後他 來Press 1 他的反應是相反的嗎 因為剛才提到那個 HTL 1 他是 PU3 Induce HTL 1 他的表現量就超高 這樣 然後這個 CDK N1A 這是P2E P2E是一個 PU3 Regulated 的Protein 然後這個環境他可以做很多 是 他可以超高細胞作息 所以 如果 普通人家就是講Pancel的時候 然後 PU3壞掉 他其實會影響很多事情 比如說這個 P2E就是超高細胞作息 所以 PU3壞掉 細胞作息會亂跑 然後就變Pancel 然後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應該算是做一個對照 就是他已經明確地知道 P2E是一個PU3 Regulated Protein 然後他去跟相用力做對照的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 呃 剔除PU3 然後這樣他在影響方向 他會全部做成這樣 他會全部做成這樣 幹嘛用表情 蛤 你說表情 你說你兩個比 但你還會變成 只有自己那一個 在你 喔 這兩組啊 這兩組 欸 欸 這兩組 啊 如果比起來就是 在Nutton處理的情況下 然後 呃 P53 的 Nutdown 會 使HTLN1 Nutdown 欸欸欸 不是Nutdown HTLN1下降 所以有P53在的情況下 Nutton加進來 就讓P53變多 然後就讓HTLN1 變多 對 對 對 然後沒有P53 就不會有這一點的現象 因為P53沒有在 對對對 那為什麼 左邊那個Arc4那邊 明明如果P53在的話 他就下降 但沒有P53在 把他去上升 這是一個好問題 是其他Pasway 可能會 有難力 Perhaps Arc4上升 Yeah Perhaps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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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沒有 他沒有說這組間有顯著寫 然後是一個橋 對 然後不知道 我知道 對 就好這組沒有顯著寫 對 對 最可能 還可以 好像沒有講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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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Ultifold也是 然後他去觀察他們在Spare發育期間的 那個表現量的增減這樣 這個應該要常見吧 然後這邊就是在HPSC的時候 這個Ultifold是最高的 然後Lonar Code IMPRESSWIDE他的表現是最高的 這樣 他其實沒有要講模式講 但是這樣子 他就只是講他是多門信機 這樣可以 好 然後我們來到那個Chief的環節 就是我們剛才講那個 Regulate during differentiation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去找那個Evigenetic Marks的證據 像這邊呢 就是P53在沒有RA的情況下 他去做去核 他找不到任何東西在上面 但是在有RA的情況下呢 這個就可以發現P53其實是有Minding在那個 基本上 然後這邊是TSS 所以我會發現這裡其實有 兩個封嗎 就是P53的Fight Insight 然後這邊也有一小部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跟網絡一起討論過就是 他還不知道什麼P53要跑到 轉入其實這邊後面 在之前 在之前 然後 然後 所以P53翻點角色到底是什麼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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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是什麼 他是Hazer還是什麼 痾 那個 Trescution Factor 他就持續調節他 有 他就拍你那個Sequence上面 然後讓他轉過去變 變高或變低 然後在正片裡面 LNC Press 1 他的 痾 他的 被影響的程度就是 P53會去 Repress LNC Press 1 的 Trescution 然後這件事情 反正他就是一個推理的做出來 因為 原料這邊結構很緊 很縮密啊 他就慢慢從上面推下來 然後就得到你眼睛 音樂 OK嗎 然後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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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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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Press 完個表面加這樣 這邊也是做Chip 然後它是做H3K4N3 然後這個是Abigenetic Marks 然後這是Repressed Marks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加了RA之後 它的Activate的程度下降 就是你如果比這兩張圖的話 就是它Activate的程度可以下降 可以看到那個高度點上滑 所以代表這個MSTPress會被抑制 然後F3K27N3 它是Repressed的Migenetic Marks 然後它在RA處理之後會上升 所以代表這個雙重Sendry 就是活化的被下降 然後抑制的被上升 然後再來它是抑制 然後再看 因為它這裡沒有做那個Press 2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一直在換一些文章 然後這裡HTLM1 所以HTLM1的理論上預期 它跟Press 1的證據應該是相反 就是P53同樣會在加RA的時候 去Binding上去這個HTLM1的DG 但是在這個Activate的Migenetic Marks 它會上升 也就是說這個HTLM1它的表現會上升 然後跟這邊相反 這邊是下降 這邊是上升 那在H3K27N1 3 就是它是抑制的 然後它會下降 它就跟這邊相反 所以它現在很滿意上升 這是2的證據 對不起 這那個 對不起 我錯了 然後 它在去做Chip 然後這是那個 T53 Knocked Down的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有時候比這樣子好 就是同樣是RA處理兩天 但是在Ctrl跟T53 Knocked Down的情況下 它們的Chip做出來的Rease不一樣 然後可以看到H3K27N1 3 然後可以看到H3K27N1 3 它在Chip3被拿大腦的時候 它會表現下降 H3K27N1 3 H3K27N1 3它是Repressed的進行 它當它被下降的時候代表 就是抑制的被下降 就是抑制的被下降 所以就變 火化 所以在P53被 Knocked Down的時候 這個NC Press1它其實是被火化的 因為 Knocked Down的 因為Repressed的 H3K27N1 3 它被下降 OK嗎 所以它其實是 這樣子 好 似乎應該講過 好 這個好像看得出來 我又顯示過了 然後 它在N1 就是跟剛才的想法 這樣 它跟剛才的想法 所以它應該是 下降 就是 它的 轉入火性在 P53被 Knocked Down的時候是下降的 就是 跟剛才一樣 就是RSO一定要貼完 然後Ctrl就是沒有下降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把P53拿到 所以它在Ctrl跟 Knocked Down的 這個情況下是有差落 所以在有P53的中間 下降的東西這樣不錯 呃 對 然後這個東西 應該說不是表現狀 是這個的Risk 就是 被 修飾的程度 的 的數量 就是會下降 反正 這邊就是這些證據 我覺得 多講 好像也 燒毛蒜 沒有什麼 然後 這邊 chip 還要做了一個新的chip 然後chip 我也不知道怎麼要做一個新的chip 然後chip 它是裝這個 A3K 719 N1 然後 這個 它是 Equivage 跟剛才的那個 這個 X3K 4N13 是一樣的 然後 它就發現 在 呃 好了 我們先看這個Ctrl 就是 還有不要看 我覺得這個 就是 當一個小留言 就不知道 就是 呃 在Untreated的情況下 它它的表現是高了 因為它是 Activator 所以它表現是高的 然後 在 RA 這樣RA之外呢 它的表現是低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在 RA treated之後 然後 那個Long Adoring Press 1 它的表現量 會是下降 然後 這邊我們就看得出來 對 這個 綠色跟紫色一樣 都看得出來 好 所以我們先跳過 因為它都是 Q3被踢球嘛 所以可能就 沒有人想到 好 然後 這邊算是一個總結 就是 它對 P53做區合 然後 可以看到 就是 P21 之前我剛才講到P21 P21的 它的表現量是 在RA treated之後是上升 這邊是一個 算是總結吧 就是P21 在RA treated 就是這一條 過過是上升 然後 HT1 在RHD過過也是上升 好 這個上升的意思是 就是 呃 P53的 Binding 的 read 它會上升 所以就是它跟 P53的 結合 增加 這樣 在RA treated之後 跟P53結合 增加 然後這個 這個 P53 RE是 P53 response 然後它是 也是一個 反應的 位點 然後它 這兩個 一二都是 Nomacoding P53的 binding size 然後 可以看到它在 呃 幾個 Nomacoding RNA 上都會上升 所以你可以 得到 就是P53會 直接 跟它們作用 這個結論 直接跟它們作用 然後 再分化 再分化過整個 會 直接跟它們作用 好 所以我們要 反彈那個位置 所以呢 我們證明這件事情 就是 Q3 regress 好 然後 它會 它會 根據那個 分化 而有所 的 這樣 然後最後 甚至證明了 就是 直接跟它 進去的互動 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講 就是第三個 它去把 這些 imbiotic cell 然後做那個 轉入組 分析 然後還有 對它們進行進行的分群這樣 然後 A組是一個 Hitmap 然後 這每一格 這每一格 代表是一個sale 然後 它去做那個 simple cell的 分析這樣 然後 這樣我也是 沒什麼用 重點就是 應該是說 A圖 看不出來 什麼分群 就是 還是要看到B圖 然後它去做PCA 就是 組成分析 然後PCA呢 是一個 把它很多維度 降到 一維的過程 降到二維的過程 然後 然後 它降的維度的數量 是根據single cell 做的sale的數量 就是你有幾個sale的data 然後 開去分群 然後 對這些基因 對分群 然後分群是用這個 所以A圖是沒有出力的 那個嗎 很錯的 對對對 就是 就是 一般正常的 envrailed xsl 然後 它做 single cell的 那個 analysis 然後它 做出來 用這個 xm clustering 然後 這個東西好像是一個 也是 某5 rl rl 的 然後 可以把它做分群 然後 可以看到 藍色這一群 它是 比如說整個 群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 nall 群 然後 sux2 然後 還有我們剛才講 lnc press1 所以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可以證明 就是 lnc press1 它都是跟那個 prepotency 1cb的 在一起 所以 由始可以見證明 它是 一個 維持prepotency的 東西 ok 然後 其他又是 exode 然後 然後engladen 跟exode 就是 這是 外配層 exode 外配層 然後engladen 是內配層 然後exode 是中配層 沒錯 沒有 好 我們可以 繼續 怎樣 繼續 好 好 反正 然後證明 monone 1 它是prepotency的 東西 就這樣 然後 lnc 這個東西 它也是一個 呃 lnc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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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但是 對 後面的 實驗沒什麼 太耗爭 我可以再問一下 id 有點像的point 所以它其實是根據 因為 那個 那兩個 那種coding rlnc 他們的expression pattern 跟其他 poly-potent 群expression 是差不多 所以它把它當作 poly-potent 這樣子嗎 對嗎 應該說 就是 呃 這樣 就是它的 它其實是對那個 做完組成分分分 其實PCA完的 結構做分群 所以 其實 要說分類特徵是什麼的話 其實也不清楚 只是 知道它的 整體的特徵跟 這些 teripotent的g 是差不多 呃 我不知道 怎麼解 對 我很好奇 就是真的可以用這樣 去當那個 當那個 poly-potent的證明 因為搞不好 也有其他組織 他們也是在這個時候 他的表現 就是poly-potent 差不多類似 像poly-potent這樣 然後 他其實剛好用這樣的東西 去做 一些 歸在裡面 所以我想說 我可能 對 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 可能 不一定會很準 因為可能還是要看它分局的 這個 因為它是看的三個指示啊 Ecto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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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個 對 不知道 不知道 這些應該都是 呃 呃 呃 應該說 這個 這個分類在哪一個地方的結果 應該是根據它的分群來決定 就是它的分群來決定 就是它的分群來決定 像這裡是用FDN 來決定 ESC應該是已經 是還沒有 gap illustration的 前的那個吧 狀態門的ESC 那是哪個可以行 呃 那好像後面 但是它是已經培養過的ESC 好像是比較多 是ESC西裝組 那應該是哪配 可是看,它其實感覺跟... 就是其他群細胞像那個什麼DLS,T啊那些很多細胞的基因 你都已經知道它的表現模式是偏向... 所以像Messos和Angos和Exos相關的基因就創一類型 然後給AI考它的表現模式 然後發現AI會把它和大部分的Propercent的相關基因放在... 就算A...I don't know,應該就有一個也算80 就有一個Classary的解析 這樣看來好像ESG...它那個...它拿的ESG應該是剛好要... 那個...Apple的要... 要更化出來的那個基礎 因為有兩個基因看起來差不多 它們有一個Class的擺域 所以應該是... 開始要做Gaps Relation之後 它把那個ESG拿來...做這個...Artistic 呃...我覺得它應該是介於一個... 就是它... 就是剛好要分化出來的 對,剛好要分化出來的 所以它還有用Expression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Gaps Relation 對 好,然後往下就這樣好了 其實這樣我們只要是沒這件事情 那沒有,就其他這個也有 快了快了快了 應該吧 好,然後呢... 我們用不同的細胞組 就是... 這邊都是用不同的細胞組 然後這個... 沒有寫...它應該就是正常的一個Reality 是這樣 然後... 這邊是...呃... 這些Pattern特異性的細胞組 這樣... 然後... 然後En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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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ode... Encode...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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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就是... 在... 在... Control裡面... 然後... LzPress 1它的... 它在... 一般的Encode... 它是... 它的表現是上升的 是... 是... 高的 然後... 在... 分化的細胞組 它的表現現量是低的 然後... 但是... 把P-53... 剔除之後... 呃... 這邊把它是上升的 就是... 分化細胞... 就這樣介紹 呃... 好...可以... 但是它... 是這樣不比耶... 所以... 好像有點奇怪 因為它... 右邊紅色的... 它調的高度都是和... 原本... 對... 那... 應該... 應該... 所以... Place 1... 其實...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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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呃... 應該看懂... 就是... 起除... P-53之後... P-53之後... 然後... 這些... 呃... 在... 分化後的細胞... 分化的細胞... 分化的細胞組... 它的... 呃... Press 1... 呃... 比... 扳出來高的細胞... 好... 然後... 它這個N1它的... 呃... 它就有那個... 分化的特異性... 可以看到它在... Pure Codent的... 呃... 表現是很低的... 但是... 它在... Encrodent跟... Encrodent的... 呃... 表現量都有一定的水準... 然後在... Encrodent的... 是很低的... 所以它應該是有那個... Pure Codent的特異性... 然後... 在... 剔除Pure Codent之後... 呃... 我們可以預期它都會下降... 所以它們是真的下降... 就是... 跟這邊比的話... 它們會下降... 所以把Pure Codent... 剔除之後... 這個Hattel M1在... 呃... 某些特定的Pure Codent... 它們也會... 下降... 就它現在原來的... 表現也會下降... 這樣... 好瘋喔... 真心... 錯了... 好... 然後... 這個Oct4... 因為它跟... MZPure Codent... 呃... 它的... 它都是Pure Codent的進化... 所以你可以預期它們的... 這些改變應該是一樣的... 它實際上也都是一樣的... 就是... 在紀錄P-53之後那個... 黑層特異性的... 這些細胞圖... 它的表現上就會... 呃... 回升... 這樣... 就是下降比較少... 就是跟... 這個Pure Codent... 跟這個MZP-53的... 比... 它的下降量是... 比較少的... 然後... 這邊就是比一些朋友機能... 呃... 如果它找這些機能的話... 可以在上面上... 就是... 比如說... 準備找到這個... 這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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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所以... 所以... Gatatot和Fox A2... 對... 都是Androden的機能... 然後它... 特別於找這三個機能... 來做... 然後可以看到... 因為... 這個是Androden的... Sports Vierge... 然後... 可以看到它在... Ctrl裡面... 它的... 在Androden的表現就特別高... 但是... 在T2Pure Codent的時候... 它的表現裡面... 然後... Hand1它也是... 咦? 不會這樣... 喔... 它是... 然後... 可以看到... T2Pure Codent的時候... 它可以這樣... 然後... 看到Pure Codent... 看到Pure Codent... 然後... 看到Pure Codent... 可是它不是說... 它在Androden的嗎? 欸... 欸... 這個... 剛剛那個是Pure... 喔... 喔...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所以... 這... 這幾組... 大概只是要跟你講... 就是... Pure Codent... 它會... 對... 還沒有要... 對... 應該它有講一些... 就先前研究說... 這些東西... 促進更化... 還是... 保持多能幹... 呃... 應該之前有做過研究... 所以它...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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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今天是我下午... 會忘記那個... Pure Codent... 然後... Pure Codent... 你越想像... 它那個... 高度嘛... 就是... 可以抓到高度... 好... 就不管這件事情... 就是... 它又去做... RNA Seek... 然後... 抓出來的... MZ-Pure Codent... 它發現在... 這個... Ibriotic Stance Cell... 它的... 表量是很高的... 嗯... 這根本看法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它其實會... 有一些... 它可能是...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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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然後... 去把它全部疊起來... 會長這樣... 我可以看一下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晶體... 它在晶體上面的那個... 下面才能看... 對... 它那個... 箭頭是什麼意思啊... 欸... Star Size... 轉入方向... 欸... 那怎麼會有那麼多箭頭... 你看看... 很多箭頭... 很多箭頭喔... 喔... 裡面... 裡面顏色的那些... 不是箭頭嗎... 這不是箭頭... 是... 但是... 但是... 因為... 因為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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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麼... 內涵之外... 搞不好是... 突然裡面... 扣進... 對啊... 因為看... 它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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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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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趕快可以對應到... 那兩個... 兩個地方... 所以... 好啦... 有沒有在做事情... 這... 這應該是... 那... 結果... 沒...沒...沒...沒玩笑... 所以... 好... 好... 對啊... 然後... 聽到... Embriosi SSL... 它的... 特別高啊... 在這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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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去做... 這個... 針對不同的... Cell Line... 它決定做... 那個... 不同的... Embriosi SSL... 的... chip... 然後... 然後... 它會發現在... 在... Embriotic Cell... 這個... LNC Press 1... 它的... 表現量是... 高... 也就是說... 這東西是... 所以... 在... Embriotic Cell... 它的... 表現是... 然後... 這個也是... 所以... 它的表現... 比... 比較高的... 然後... 這個... 就降低嘛... 這個... repress... 就... H3K6... 的... 它是... repress... 的... Mox... 所以... 它表現... 它就會降低... 所以... 我們可以講出一個結論... 就是... 在... Embriotic Cell... 它的... 和... 在... Valounding Press 1... 這個... 區域裡面... 就是... Eckivate的... Ephigenetic Marks... 很高的... 這樣... 然後... 這個... Mesoder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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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Cell Line裡面... 那個... Repression的都會變高... 然後... 這個...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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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OK喔... 所以就跟那個喔... 就跟... Imbriotic Cell... 那個地方... 是相反的... 這件事情... 很和諒... 因為... Sell Line differentiation... 過了... 對喔... 然後... 大概知道那個... Masodern的... 它是... 鑑於... 的... 東西... 所以... 這個... 然後... 你去看其他的... Cell Line... 也是一樣... 就是... Request的... Evigenetic Mar... 是高的... 然後... Activate... 是... 低的... 這樣... 這也是高的... 低的... 好的... 然後... 它又跑來做... 那個... Brace 2... 但是... 我們先不要管它... 因為... 它跟... 解放平的關係... 沒有... 但是... 跟... 放好... 然後... Hartier... 也... 剛剛想過... 好... 應該快... 沒有... 快... 快... 快沒有... 應該快沒有... 好... 然後呢... 接下來要確定那個... NLC Press 1... Nutdown之後... 會把它做的事情... 然後... 剛才前面都是Nutdown B53嘛... Nutdown B53... 就是... 現在是... Nutdown B53... 呃... Press 1... 對... 然後...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在... 這一組處理... 就是... Nutdown B53... Nutdown B53... 之後... 它的... 呃... ForeChange... 會下降... 它的Fore... 會下降... 就是... RNA Expression... 然後... 在... D B53... 會下降更多... OK嗎... 就代表說... 其實... B53... 它的Nutdown的... 程度會比較好... 然後... A53... 也... 但是... 也是... 都是不錯... 然後... 這個... Other Mode... 就是... 在... Nutdown A53... 也是會下降... 然後... B53... 是... 下降更多... 所以你可以知道... Nutdown A53... 它在... 被... Nutdown A53... 之後... 這些多能性... 它會... 也有... 跟著下降... 然後... 這個... 跟... Nutdown A53... 一樣... 是... B53... 然後... 也會下降... 然後... 這張圖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 這就解釋... 那個... Nutdown A53... 它會影響... 那個... Durivalence... 然後... 中有細胞... 然後... 這個是... Ctrl... 然後... Ctrl的細胞會轉這樣... 就... 再不加任何東西... 情況下來... 然後它會變成一團... 但是在加了... 呃... 呃... Nutdown A53... 之後... 這個... A組... 它... 就開始分化了... OK... 這個... 然後... 再加了... B之後... 它就分化得更嚴重了... 因為我剛才講過... 那個... B的拉藥程度... 會比較好... 補充一下... 那個... 幹細胞... 它在生長的時候... 會長成很可怕... 就是... 長得細胞團... 它是比較緊密的... 然後... 它在分化的時候... 對... 然後... 然後... 它去對那個... AP... 就是... AP是那個... 碱性磷酸... 沒有啦... 然後它去對這個... MARK... 做... 標記... 然後咧... 它可以測出來就是... Differentiation的程度... 那... 像這個就是... 然後... 欸... 等一下... 我也是... 看清楚顏色喔... 就是... 這個是綠色... 然後這個是藍色... 這是黃色... 然後這個是... 完全分化... 這個是部分分化... 然後這是未分化... 這個是未分化... 然後... 在Control的情況下... 這... In reality... 這個東西... 然後... 它的... 未分化的數量是很多的... 然後... 部分分化的... 只剩8%... 但是... 在加了... 那個... NOT DOWN之後... 就是... 啊... Press1... NOT DOWN之後... 呃... 未分化的只剩67%... 然後... 部分分化的... 變到20%... 然後... 甚至有出現完全分化的情況... 然後... 在... B組的話就是... 幾乎... 幾乎沒有那個... 未分化的細胞... 然後... 因為我4%是... 部分分化... 然後... 28%是... 完全分化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知道... 就是... 跟剛才上一公主的結論一樣... 就是... 欸... 這個Press1... 被NOT DOWN之後... 呃... 分化的整個會變高... 不容時間不到... 好... 然後... 這個... 這個... 銀光色呢... 是... 去... 對... TI-101... 這個... 東西... 做... 那個... 免疫探診... 然後... TI-101呢... 它是... Pure Repotent的... Pure Repotent的... Stanza... 它會表現的... Mark... 然後你可以看到... 就是... 它是... 用那個銀光拍照... 然後... 它被... Control的情況下... 它是... 比較... 但是在... 加了... 然後... 這是... A組... 然後... 它就會變得比較散... 然後... 再加了... B組... 因為... B組... 效果就好... 然後... 像這邊... 引掛... 就... 所以... 這幾張圖... 就只要看那個... 呃... NNC... R... NNC... Press1... 它被...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可能會變... 然後... 它... 再去做... Differentiation... 那個... NLSS... 它又做一次... 然後... 它... 再去做... Differentiation... 的... 那個... NLSS... 它又做一次... 然後... 它發現... 呃... 然後... 黃色是... 高... 藍色是... 低... 然後... 恩... 這一群就是... 呃... LNC...Press1... Dependent... 就是它們需要... LNC...Press1... 對... 因為它們兩個需要... 就是... 這個是... LNC...Press1... 它會偶化的... 這一群基金... 因為你看... 在... Control... 就是... 在... LNC...Press1... 存在的情況下... 它的表現量是高的... 但是... 在... 被記錄的時候... 是低的... 所以代表... 它們... 的表現會跟... 會隨著... LNC...Press1... 存在變高... 就跟... 剛剛... 一開始... 一樣... 然後... 它特別抓了幾種... 我記得是... 12種... 欸... 12種... 這邊只是... 頁鑽一種啊... 就是... PXO... 上面怎麼會有... 好... 這樣就... PXO... 好... 沒有... 有嗎? 沒有嗎? 然後... 然後... 這邊是它的那個... 痾... 一些特定的GIM... 然後... 它們的... 差異表現去做的那個... TC...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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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PCA的東西... 它也是... 痾... 它也是... 醬而已... 就是... 因為你有很多... 很多的GIM... 啊... 很多的GIM的話... 你要去做醬而已... 就可以把... 這些... 那個... 細胞分群這樣... 然後... 它最後一個分群大概長這樣... 然後... 這個又是... V... V...I...C... 啊... 它其實就是... 用Disney做基底... 去... 做視覺化... 然後... 它其實做了很多欸... 但是... 這裡... 好像沒有什麼... OK... 我是... 手放... 是... 呃... 對喔... 應該是... 一個Data... 這樣... 好吧... 這邊我... 先跳過... 而且... 還有很多... 基因在... Summlementary... 但是... 我們有玩修船... 等一下... 斷掉了... 等一下... 斷掉了...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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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 LN Secrets 1... 拉到的時候... report整個... 程度會下降... OK... 好... 然後... Extrater會上升... 所以等一下... 支持分化啦... 這是... 跟剛才的結論一樣... 然後... 呃... 你會看... Potato Plus... 好... 那... Potato Plus... 它是... 去視覺化那個... 第一G的... 程... 這個結果... 就是... 這邊的CodeChange... 其實就是... 呃... 處理... 跟... 位處理的... 差別... 這樣... 怎麼講啊... 就是... 它去... 它先去比對那個... 正常... Control的情況... 跟... LN Secrets 1... 被Nutdown的情況... 然後... 它把那些... 有Differentiation的... 欸... 有... 差別表現的... 基因... 撈出來... 然後呢... 再去... 對它們做... ForeChange... 對... 就是... 比如說原本... 有個基因... A... 它的... 表現量是... 100厚... 然後... 但是... 在加藥的時候... 它變... 1厚... 那... 這時候... 它的... 負圈率... 就會... 被歸在... 負的... 那... 如果是... 從... D變高的話... 它的... 負圈率會變高... 所以它變多了... 然後... 這個... FDR... 我記得... 沒錯它是... 跟... PValue有關... 就是... 它的可信度... 所以這邊其實是... 可信程度... 對... 然後... 左邊跟右邊呢... 因為我剛才講過就是... 它是比對... 加藥前跟加藥後... 所以... 右邊其實是... 它... 在加藥之後會上升... 它的表現上升... 然後... 這邊加藥之後是... 下下... 那... 然後... 就是... ForeChange... 然後... 可以看到一些... Gym... 它在... 加藥之後會上升... 就是... 然後... 這些應該都是... 一些... Differentiation的Gym... 像是... 這個... 然後... 還有一些... 這個... 對... 只要彩票不太出來... 然後... 這邊的話... 就是... 應該就是一些... 那個...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然後... 它... 再去把那個... 就是... 我們剛才做... 做完HeatMap... 在... E... 那邊... 這邊... 剛才做完HeatMap...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 Gym做... 分群... 就是... 有些可能是... LNC Press 1... 它會去... 有些是... 它會... 把它做一些... 分群... 然後... 找出這些... 大概在幹嘛... 然後... 這樣我就是... 看... LNC Press 1... 它... Regulate 的Gym... 它們大概都在幹嘛... 好... 那它Activation 的東西大概是...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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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離子定,然後我選效果那邊 然後PVL越小代表,這邊 這邊越大代表PVL越小 PVL越小的話,那個它會越高 然後 這邊 Repression的部分就是 Differentiation 可以合理的發現 PVL越小腦 前腦的發展 所以這些大概就是跟法語文 就是分化法語文 所以它抑制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Durr 我玩快樂 然後什麼東西? 這個叫做RNF將會是 就是 有點像 變一層一樣的東西 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我們要做什麼RNF 我今天就是要做RNC Press 1 所以 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然後接一個Mark 這個Bio Team 然後 接一個Bio Team之後呢 你去把它的 這個核裂節的時候 把它核了 放掉 然後 它會跑出一些Bio Team 那 你要 你想 今天想研究這些Bio Team 跟這個RNF的步道 然後你就去 呃 因為這些Bio Team會自動去 抓到這個 LNC RNF 然後其他 然後它就Watch 掉 然後其他的Bio Team就不見了 然後這個什麼 其他奇怪的Bio Team 才就會消失了 所以我們就Watch出來是 會跟它互動的Bio Team 然後有點像明明層的那種感覺 所以剛剛是用P53的蛋白去抓集 現在是用RNA去抓蛋白集嗎? 嗯 那是像蛋白集 對 對 然後 它做出來之後呢 最主要的Bio Team呢 第一個是這個SRT6 就是我們研究的主題 對 它現在還講到什麼Bio Team的危險 然後它已經被研究過是那個 就是A3K9 Aceleration 跟 K5就Aceleration 對 對 的 那個去膝化 的媒 然後它就是一個去膝媒 然後它專門作用在這兩個位置 這樣 然後HIF1Alpha就是 呃 關於缺氧反應的一些因子 然後HIF1 HIF它的那個 Cancel裡面有個相關 然後這兩個我就不知道 但是大家也不知道 噢 這個是E3MX 我 好 這兩個就先不要管 所以我們主要是看 最上面這個 SRT6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呃 這個是RIP 然後再做QPC 這樣 然後 它發現 就是 這個 亂掉了 這個 這個 SRT6它的 表現量 在 Untrase 跟 加RA 過後 是有差的 就是差很多 這樣 所以代表這個 SRT6它會受到RA的影響 然後這個 這個H16它就是一個 所以我們就知道SIRT6它在RA2-0 我們應該先講出對不對 就是..呃.. 這邊是DMSO就是糖醋 然後這個RA2-0就是RS5-2 然後這個是專門做的細胞核子 就Covid infractions 它是專門做的細胞核 它是做整個細胞子這樣 然後它發現就是SIRT6 它在RA2-0除以後走的變化 就是..單看這邊的話 就單看這一組Ctrl 單看這一組Ctrl的話 它在正常情報下跟RA2-0處理以後 它的表現上是..上升喔 怎麼這樣 你..應該也可以換句話說 就是它在細胞核內的數量變多了 因為這次做細胞核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得到一個決斷 就是可能SIRT會進入細胞核 呃..現在可能還不太確定啊 就是..可能可以推估有可能會發生這件事情 因為..嗯..SIRT6它在細胞核的比例變高 然後..再來我們比一下那個.. knockdown之後..發生的事情 就是..在..DMSO情況下 然後..呃.. 呃.. Press1它被knockdown之後 這個..SIRT6它在核內的比例變高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 FNC Press1它被knockdown之後 欸..欸..它存在的情況下 可能會去跟那個SIRT6去..做結合之類 然後影響它進入細胞核 所以這樣就要比較結合 對..我寫在這邊 然後..剛才那個是做那個細胞核 今天我們去做整個細胞的裂結物 我們會發現..就是..SIRT6的總量一直是不變的 幾乎..幾乎..幾乎不變了 所以..呃.. 大概就是..它在整個裂結物的總量也是不變 但是..呃..NMSO Press1它主要影響的是.. SIRT6進入細胞核的這件事情 然後..這邊也是做整個細胞 因為它是做那個..FGENETIC的MARKS的..呃..Chip 所以沒關係..FGENETIC的那個..REST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X3K56AC它在..呃..NMSO Press1 被Knockdown之後它會下降 就是..好..比如說我到這裡好了 就是在Ctrl跟Knockdown之後 它很明顯..就是這裡跟這裡很明顯的下降 OK 然後呢..H3它..它..大致上是..比較..不太會變 然後..Oct4..Oct4.. Oct4在那個..NMSO Press1它被Knockdown之後也會下降 比如說你..SIRT 其實也沒有很明顯 比如說你比這裡跟這裡 是沒有到很明顯但是可以..還是可以看出來會下降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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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就是根據剛才的那些東西 然後去做B值 就是..H3..K56AC..比H3..就是.. 它..Agenetic..B值 好多喔.. 好..這邊差不多也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它也去做細胞核 它.. 做出來發現.. 可能就.. 可能是因為很近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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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sh3跟.. 可能.. 有點像很近 所以它們就.. 走在一起 然後它就.. 撤撤撤撤撤撤衣之類的 蛤.. 我猜一直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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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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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學問是一開始這樣做 - 好 這樣學問 - 好 謝謝 - 好 講完 好 就是 這個是去本來去抓那個SRT6 因為我剛才講過SRT6大概會影響那個區域系統 對 所以他這次就是特意去抓SRT6 然後 他發現在RA2D之後 就是RA3GO後 這個SRT6他在MLG Artflow跟MZPress 1的表現會上升 等著抓的時候它會上升 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這是在RA處理過後 SRT6可能會去結合這些那個3Pot and Agile 然後 然後 在這個MZPress 1它被Knockdown的時候 它就 可能會上升 如果這個跟這個比的話 就會上升 然後 然後 這邊是它的目標 就是H3-K56-S1跟H3-K9-S1是SRT6的目標 所以我們去特別看這個的話就是 在RA2基礎以後 這些Equivate的Marks它會下降 這跟我們的預期一樣 因為Pure Impossence的Chimp應該會被SRT6給去幾號 這個也去一樣 我們可以講過了 然後咧 在Ctrl 裡面跟SRT6拿到 它都做了一組SRT6的拿到 然後它發現在做完了那時候 其實就是這些Pure Impossence的Gene的Expression其實是差不多的 可以嗎? 這件事情是合理的 就是因為原本的情況下是 LNC Press完它去抓住SRT6不然它如何 所以這些基因就是可以正常的表現 那今天你去把SRT6拿到 其實跟它原本被抓住的情況是一樣的 因為它都沒有辦法在Pure Impossence的Gene上面做事情 所以它們其實沒有選出差異 然後看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Pure Impossence的Gene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最後做出來的Model譜 就是 好 這樣 在Pure Impossence嗎 一張頭褲 沒有啦沒有 好 我今天感覺好 就是 額外這邊就是 MNC Press 1 它的表現 而且它會在 細胞被那個 Reprogramming的時候會表現 沒有 就它有ESC 然後它在Reprogramming會表現 看看啊 看看有這些事情吧 沒有 沒有 就是這樣的 就是它 它會做一個小的東西 就是它把這些東西全都做完之後 它可以嚴謹地推到原本的模型 就是原本讓它們圖的模型這樣子 所以這幾次 這個也不會怎樣 讓它做一大堆東西 就是這個也沒有很大 因為它做的超多東西 超多的就是這個概念 然後它需要一個 一個版本的圖片 然後把它燒好 這樣子 沒有 掰掰 對不起 錯 沒事 錯 好 大家有問題嗎 關於這個Paper 大家有問題嗎 大家都辛苦